能让黎光对她一见钟情 可见穆佳是个非常聪明漂亮 又有灵性的女孩子 浑身都散发着光芒 让黎光爱得无法自拔 冲动到半夜去表白 不同意就死缠烂打 自己都觉得自己准时疯了 可若是为了穆佳 她心甘情愿发疯 黎光离过一次婚 曾经谈过几个合适的女朋友 几乎都好聚好散了 更别提有结婚的想法 可是黎光却愿意 跟穆佳谈一场 与结婚为前提的恋爱 这不是黎光在给穆佳画大饼 还是真的求婚了 做好了回家见家长的准备 公司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急需要基金会注入新的资金 基金会的大佬们 不看好她的感情 要求要么不结婚 要么签署婚前连带责任协议 黎光想让穆佳再等她三年 可这不是穆佳想要的生活 果断分手潇洒离开 黎光每次难受压力大的时候 都会不自觉地抠纸加盖 跟穆佳分手的这一晚 难过地抠了一晚上 穆佳失去黎光这座大靠山 直接被金达律所抛弃 果断辞职 加入了令达的莫愁园林 穆佳注资成为合伙人 令达不仅欣赏穆佳 还很喜他 黎光一直不放心 经常偷偷看穆佳 目睹了令达 抱住穆佳表白的画面 气得黎总指甲盖都要抠破了 估计又要有追欺行动 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